半條跟豆芽快速燙過 加油 蔥酥提香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濃郁湯頭 我們用雞骨頭 豬骨頭 還有雞胸肉 大概要熬多久 早上至少要三個鐘頭才會好 金黃湯頭想起撲鼻 喝起來夠味不油膩 配上蔥花跟肉絲 口感更豐富 滑順Q彈的半條入口 這就是古早味可嘉麵食 加一匙自製的辣椒醬 鮮香爽辣在嘴裡澆汁 不爽老饕就愛這一味 身為川菜館二代傳人 湯鎮中對辣很誘一套 辣醬都用小潮天椒 新鮮手作 鮮紅辣椒泥加辣豆腐乳 用醬油跟中藥材提香 在熱鍋上小火熬煮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翻它 不然的話它下面就會燒毀的 湯汁收乾 辣香誘人 沾著滷味一起吃 也很順口 湯鎮中的父母年輕時是台商 回台灣做起川菜 在苗栗打出名號 他從國中就跟著在廚房幫忙 累積了多年經驗 他信心滿滿在竹北也開了一家 但碰上疫情 卻讓生意跌到谷底 尾牙已經很多人退桌了 春酒也退桌 然後年菜除夕夜 除一 除二都退桌 都退掉了 我們有點嚇到了 然後每個月都要十萬塊 想一想 真的是虧一兩百 很有可能 潤培殺出 他回到家鄉苗栗 重新審視下一步 決定不接爸媽的招牌 而是從頭打拚 用傳統客家麵食走出自己的路 在苗栗市大概就會 超過一百家以上的麵店 苗栗人的早餐 他們就開始就喜歡吃這個麵 我們的麵跟一般傳統客家麵的味道 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因為現在也比較沒有吃 大家吃比較健康一點 我們也不會那麼油膩 口味改良 湯陣中研發各種菜色 除了麵條是找廠商訂製 整間店其他所有的菜 都是手工自製 砂糖跟八角 香葉 薑 反覆翻炒飄出香味 就能加入醬油 把醬料均勻覆蓋在溫體豬腳上 變成了誘人焦糖色 接著進大滷鍋 滷上整整一小時 再泡一整天 讓味道吸收進去 切開中央是鮮嫩粉色 翠綠蔥末點綴香味更濃 肉質扎實 吃得到膠質Q彈 老滷汁香味越嚼越香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還能切上一整份滷味拼盤 豬腸 百葉 海帶 米血 各種滋味一次滿足 豆包吸飽醬多汁入味 甘蓮肉肥瘦適中很有咬勁 湯正中校長肩狀中 內場外場什麼都要自己來 一天工作12小時起跳 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 跟太太一起攜手打拼 小兩口工作默契絕佳 但偶爾也會掐出爭執火花 夫妻千萬不要一起工作 會吵架 真的會吵架 最好是不要一起 對 太太有比較強勢 對 可是不行 還是要聽我的 因為他不會做 我會做 平常語氣溫柔的湯正中 做起料理來可是有著一份 不容挑戰的堅持 細膩中的強韌就像他的手藝 飽滿超手拎上辣醬 蔥花 鬆軟的外皮包裹鮮甜肉餡 刺激香辣在嘴裡蔓延開來 獨本手藝還有豆豉小卷醬 配著肉末跟蔥花一起拌麵 海味醬料裡頭吃得到完整小卷 大口西麵超級爽快 湯正中的手藝也在當地站穩了腳步 我會來做這個小吃之後 我就發現做小吃的人太偉大了 真的很累 知道我在做對的事 就是說我往這個方向是對的 可是還要再努力 雖然跟父母做著不同的料理 但或許是刻在骨子裡 那份家傳的料理魂 湯正中對味道的追求沒有盡頭 把創意帶進傳統客家麵食 用真材實料的手藝闖出一片天